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从小在这边念书嘛 所以就是上海话也是自然而然跟同学老师之间交流就学会了 因为我们如果去跟社区里面的老人家交流的时候 他觉得你会讲上海话他就会有一种亲切感 那么你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 他就会把他自己的一些问题啊想法就很自然而然地告诉你 现在政府的一些工作方式跟之前是很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呢是要做好就是他们跟我们政府之间沟通的一个桥梁 父母还是很支持我的 这几十年他们也都是看着上海一点一点的变化跟发展的 首先呢是在这个建筑方面 他们说因为刚开始来上海的时候 其实高楼也不多 去买东西也不方便 他们要带我们的奶粉啊尿布啊 都是要从台湾大包小包每次都要自己扛回来的 但是现在就很方便了 线上的这种APP然后购物商城不管像买哪里的东西立马就能送到 所以他们就说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刚好就是赶上了一个最好的时代 那么所以他们也很放心我们在这里工作跟生活 回台31条开放之后 那么对于台包台新的支持也是越来越高的 在每天都会跟我台湾的朋友聊一聊我这几年在这边的一些工作跟生活的经历 如果是有台青过来的话 我会鼓励他去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那么有政府的支持其实是最大的一个安心的一个地方 我认为这个不是最大的利益 我们谢谢大家 真的是这是上万了 我会邀请你感谢 李我订阅 比如